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自7月底以来,中共为保北京、雄安和天津 向河北、桌州、霸州等多地泄洪 数十万居民来不及撤离 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引发是民怨沸腾 我们昨天才和大家报道过 河北保定来水线还在保受中共泄洪之灾 或不单行的是,一波未平又来一波 8月23日,保定来水线再次遭遇洪灾 加冰雹灾和泥石流 而在近日,除了河北 中国又有十省市发布防汛预警 有视频显示,浙江多地已因降雨引发水灾 街道成河道,许多汽车在水上飘,被水冲走 前江晚报报道,8月27日上午 浙江、台州、御环市、大麦雨、海山、绿城街道等乡镇 遭遇暴雨袭击 部分河道水被暴涨,道路街道被淹 有视频显示,部分城市出现严重内涝 街道一片汪洋,一成河道 许多汽车在水中漂浮 有的车辆被洪水冲走 当地一名男子拍摄视频说 你看夸张不夸张,车都浮起来了 这两辆车本来停在里面的,被冲到外面来了 有视频显示,有人汤水过马路 水深已经达到了腰部 还有地方出现了山体滑坡 山洪冲向民房住宅 报道说,御环市气象台 于10时31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大麦雨街道新原村 双丰社区等区域部分低洼路段 出现严重内涝 部分村舍发生山体滑坡 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当地网友表示,水灾挺严重的 我家也淹水了 还有网友表示,强强于导致部分道路 街道被淹 河道水位击涨 人们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据中共中央气象台消息 27日8时至14时 河南东部、山东南部、苏丸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 及浙江中部沿海等部分地区出现大道暴雨 河南商丘、安徽、宿州、江苏宿迁、浙江台州等地局地大暴雨 预计河南东南部、山东南部、苏丸中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 未来几天可能出现洪水灾害 中共国家防总8月25日已对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10省市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并警告此轮强降雨过程 由四川盆地自西向东移动至江淮一带 覆盖范围广、局地域强大 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 此外第九号台风苏拉已生成可能带来风雨影响 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 我们最近一直在和大家说 8月除了猛雨虎的人祸导致的洪水泛滥 再就是异象分成 比如盛夏之际大雁南非 6月飘雪 天上现发光鸟 地上蛤蟆过马路等一项 粗略的算了一下 8月已出现的异象最少在25个以上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新的一项 8月24日有曝光的视频显示 湖北省某个地方的低空上出现了怪云 这些怪云看上去和其他云彩都非常不一样 颜色大多是灰色 又个别的是白色 和其他云彩相比是非常的另类 看起来很像棉花糖 布满一大片天空 看起来就像魔魂大片一样 通过查阅资料后 我们才知道这种一堆一堆的像棉花糖的自然奇观 被所谓的气象专家称之为乳状云 据中国古书记所记载 这种怪云是地震的预兆 在现实中有很多怪云出现过后 真的地震爆发了 比如在今年的1月19日 土耳其布尔萨市附近出现了一堆 看上去非常奇特的巨大无比的橙红色云彩 结果在2月6日 土耳其东部就爆发毁灭性强震 建筑都被异为平地 所以此次刚刚在湖北出现的怪云异象 请湖北的朋友们多长心眼 多加小心 多加防范为好 也希望这个新印象不会应验 下面我们再接着给大家聊聊 在中共国出现的一个魔幻事件 这简直比异象还要魔幻的 魔幻的多 大家知道被中共操控的 这个网军和小粉红 时不时就会做出疯狂的魔幻之举 比如近日中共利用日本核废水 煽动反日 许多爱国网民致电在日本境内的公开电话发泄 许多号码都被打爆了 还爱国网民呢 真爱国就别去丢自己国家的脸 也是 这个政府就这么不要脸 怎么能教会人民要脸呢 8月25日 日本驻华大使官方微博发文指 日本国内不相关的个人集团体 相继接到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 并指控这是犯罪行为 日本大使馆表示 如果被骚扰的对象是商店 极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 如果是急救医疗机构 则事关人命 日本大使馆已要求中共当局 基于法律做出严肃处理 还严肃处理呢 你们猜那些脑残打电话的钱谁给的 当然了 不乏真惨的 真惨的一般真的能自己掏钱 就跟自干而伍似的 但是这种大规模的 突然间的集体行动 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据日本福岛当地媒体25日报道 一名在福岛县经营四间拉面店的男子说 他从当天时时起陆续收到中文骚扰电话 他听不懂谈话内容 只听到对方语气强硬 大喊大叫 并提及处理水及河等字样 他说对方单方面挂断后呢 以同一号码 每分钟给餐厅拨一次电话 四间店一天共收到约1000个同类电话 这要说不是中共指派的水军 谁能信吧 不信呢 你就太天真了 这么打电话打一天 这不是上班的吗 日本每日新闻26日也报道 被中国电话骚扰的不只是福岛县电话用户 自24日起 东京江户川区综合文化中心总机 就接到一连串以86开头的国际电话 加86代表电话来自中国 电话里经常听到浓重的中文和英文 有时还混杂着混蛋和处理水 等日语词汇 25日和26日呢 也全天都有国际电话 导致该文化中心很难与自己的客户取得联系 文化中心值得改为播放语音消息 告诉对方回播另一个号码 严守县九辞市一个水族馆26日 也在推特上发文称 我们接到86开头的国际电话 抱怨处理水排放问题 为了不影响业务 该水族馆不再接听此类电话 25日大陆微博也传出截图显示 有中国网民公开通话记录 抱怨称气死我了 气死了还能发微博呢 鬼发的吗 那通话记录显示呢 此人连续致电多个 加81开头的日本电话号码 一次小粉红随机拨打日本电话 发泄不满 有网友询问呢 你哪里找来这么多日本电话 此人回答是从地图上搜索到的 在推特上呢 许多华人网友痛斥打电话的人 脑子有问题的 扣的不还是自己的钱 也有网友留言呢 都是水军 老百姓没那么无聊 他们如此猖狂 肯定是赵家下达了命令 还有网友呢 给接到骚扰电话的日本商家出主意 直接屏蔽加86就好了 播放一下8964或法轮功的内容 一播法轮功的内容啊 小粉红马上就得料电话 因为操控他们的那个邪恶生命 最怕听真相 要是被他们操控的人听明白真相了 这个共产邪灵马上就得死 所以我们一直讲真相是良药 除了打骚扰电话这种新型手法外呢 中共以前的老式反日手段 也在继续使用着 比如组织反日游行啊 砸日系车等等 有网友说呀 砸日系车已经开始了 这个民族的人已经魔证了 还有网友说 2012年我初中的时候 看着那些人砸日系车 觉得不可思议 2023年我还能看到这土地 抢言关日系餐厅 恍如隔世啊 更有网友说 看来是十年前砸日系车 那群傻蛋的小孩长大了 还有更魔证的啊 8月25日贵州毕节 这地方呢真是一言难尽啊 咋说呢 一唱红歌就死人的 这儿死的最多 这次呢 这里又出奇葩事了啊 一男子将自己开的日料店给砸掉了 店主表示啊 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后啊 会对海产品和相关产业产生冲击 再加上民族情怀就把它砸掉了 没有很心疼 后续准备改成中式的餐厅 网友评论说呀 你有民族情怀 当初为什么要开日料店呢 真是拷问灵魂的问题啊 大家如果还能想起来 2012年 那场由中共利用其喉舌 煽动的反日闹剧 就应该明白 为什么会发生蔡阳悠行所事件 当时反日情绪高涨 已经可以看到 随处有日本车被砸了 可是中共的喉舌央视以及其他官媒 释放出的官方态度是什么呢 是放任 这群操控中国人头脑的邪灵说什么呢 他们说由于日本的所作所为 如何如何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现在民间反日情绪高涨 大量民众自发走上街头 加入了反日的行列 可是这群孽畜呢 却没有告诉这些情绪高涨的 被愚弄的民众 你们砸的虽然是日系车 但是呢 是你们的同胞在中国的土地上造出来的 而这些厂商呢 是中共政府主动引进的 并且这些车是你们自己的同胞 用自己的人民币购买的 所以你砸的是人民币 是自己同胞的工作机会 和你自己同胞的财产 大家看看中国人被中共玩到什么地步了 当年就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评论说 并不是所有日系车都砸了 当时在场的武警车辆也有丰田 没人敢动 另外呢 很多随队拍摄的照片呢 都是索尼和佳能的相机拍下来的 还有部分便衣混在队伍里引导 没有官方许可或者默许 怎么可能有这种规模 只有蔡阳之类的人才傻傻的以为自己代表爱国 那么为什么在中共国一直不缺蔡阳这样的人呢 我们只能说如果中国人一日不清醒 你就有机会成为蔡阳 一边被中共利用着 出了事还要给中共背黑锅 还要被中共收监法办 中国人何其悲哀 中共需要的时候呢 你是棋子 不要的时候呢 你是弃子 需要钱的时候呢 你是韭菜 需要器官的时候呢 你是活体库等等等等吧 中国人活着不易 就不要再往魔鬼身边凑了 只有主动远离魔鬼中共 才能让自己活着像个人 正常的人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